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明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四位导师的人生智慧 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来 了解一下这一队的基本情况 请看 她比我大七岁 我以为她可以细致入微地照顾我 理解我 成为我可以依靠的人 但现实却让我望而却步 我真的很爱她 想等她一毕业 我们就结婚 现在她觉得我有问题 为了她我都可以改 但是我不想分手 她抠门直男也不诚实 真的不想再和她继续在一起了 我也不想这么早就踏入爱情的坟墓 婚姻绝不是爱情的坟墓 而是幸福的开始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小王28岁 来自北京广告公司支援 小李21岁 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 比她大七岁 对 她也是学生的 是 谈了多久 两年 怎么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 网恋吗 对 网恋 一直在网恋 不是 三周期的关系 然后两位以后见的面 北京到天津也近 你当时是在北京还是在天津 当时我一直在天津读书 那今天来是为何呢 主要是因为她想跟我分手 你想跟她分手 对 我想跟她分手 现在女孩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勇敢地对情感 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挺好的 所以你想挽留 对 对 好 我们听听女生 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因为其实今年的时候 她见过我父母 然后当时我是第一次 在她见父母的时候 才得知到她的家庭情况 和经济情况 她在我父母面前说 她有能力可以先在北京 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然后她有自己的车 然后除了自己稳定的工资之外 还有做投资 有额外的收入 在她见我父母之前 他们家这些情况 我完全都不了解 她没有跟我说过 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 她是对我爸妈那边 是撒了谎 就是显得自己 条件还挺好的 还是说在平常 就经常对我有所隐瞒 解释一下 因为咱们俩是网恋 不上相亲 你说我把这些 比如我多少钱 然后八卦都跟你说 什么有这有那 好像显得 我都显得一样 然后就是你说的车 是因为我那个车 是外地牌照 它进不了北京 所以你也没见过 是这样 外地牌照进不了北京 对 所以就因为她来北京 的时候我没开过车 外地牌照进不了北京 能进北京 不是 时间段不能进二环 关键是接她那点 都是早高峰 所以去不了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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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的事就算团过去了 但是她在见我爸妈的时候 还斩定截铁地说 她一定要留在北京 关键是离谱的是 我们明明之前聊天的时候 是有聊过这些方向的 而我说自己可能今后生活 工作都会留在天津 我爸妈也希望 我可以留在天津 但是她在见我父母的时候 却说自己一定会留在北京 这种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当时去见她父母那会儿 因为我那会儿家里边是有病人 然后呢 而且那会儿赶也赶上我爷爷奶 就二串乃去医院 就感觉着那个 确实也走不开 然后一 那会儿就 争巧就把那事给给给 就这么说了 家里谁生病啊 那会儿是我爸生病了 父亲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爸摔了嘛 颅内出血 然后呢 就正在恢复 那会儿是 后遗症有吗 确实有 但少 就是基本上自理完事的那种 干不了重活了 这姑娘知道吗 这些也是在她见我父母的时候 我爸妈问些这些情况 我才知道的 她以前从来都是 拿什么其他理由 就躺死我 不告诉我 她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风花血液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她跟你父母见面之后 这小伙子把家里的实体 给撂出来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爸妈谈问出来的 我才知道 这个也很奇怪 就是你见她父母的时候 倒是没隐瞒 有隐瞒吗 没 应该没有 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 把那个 基本没有就是还有 把这有的 你今天都掉了 没有 没有 所以对于姑娘来说 太可怕了 我谈了两年恋爱的人 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男孩 出现在我父母面前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他是另外一个人 你对他家庭条件 就是他说的这些家庭条件 满意还是不满意 不满意 我爸妈也是不满意的 因为我家庭条件还算稳定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 但是他们家算是在他父亲 19年做过开颅手术之后 就变得那么不再好了 我们现在的恋爱 也因为他这个家庭情况 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就比如我们是异地恋嘛 你说一个月到了周末 你说两个人约着见一面 但是他经常会因为说 他爸爸需要人照顾我 然后他也有肺炎 然后他妈妈有的时候 也会这儿疼那儿疼 他就经常需要在周末的时候 在他休息的时候 去带着家人去看病 就连恋爱的时候 连我们正常见面的时间 都不能空出来 所以女生就觉得影响恋爱了 对 这是要分手的第一个理由 还有吗 就是我觉得他还挺抠门的 我就猜啊 可能是受到他家庭经济方面的影响 他平常对自己就节俭惯了 但是我不想说对他自己抠吧 他还谈恋爱还对我抠 我们经常就是像普通的 男女朋友之间 你交往 你送个礼物 你且不说多贵的东西 像包包香水这些 对吧 应该是还能承担得起的 但是谈了两年半下来之后 他正儿八经 送过我的一样礼物 是一本书 名字还叫《怪诞心理学》 我就说 对 你好不容易送个礼物 我反对拿这个当恋爱礼物 我反对 对 还就挺奇葩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 会主动去北京找他玩嘛 然后他也只会送一些糕点 然后牛肉干这种小零碎的东西 然后我前段时间 我说我看到一个冰箱贴 可以自己DIY的就挺好 就顺手就发给他了 然后也不贵29块9 然后他说 他说什么 你有钱就自己买 你没钱买就别要 你这也就是 大哥 咱这好像一说 好像我没送过啥 归宫礼物一样 其实之前我有送过 就是在他生日那天 送给他一个 就是一支吧 一支股票 是值多少 两万五吧 那你还行啊 当时值多少 当时因为当时的新股 是一万五吧 就是我是以新股这样买的 你怎么送给他的呢 就因为整小那会儿 就是新股上市那天 就离他生日他不见 就基本上是他 就那个新股上市前一天 第二天就 这支票不是在谁名下 不还在你名下 对 在我名下 那怎么叫你送给人家的呢 所以让他买的 所以让他去 我让他去开股票账户 然后让那个 对吧 我看能不能转 就如果能转呢 就我还转 如果不能转就变现 就那啥 让他去买呗 那就还是一空投支票呗 就现在还没兑现呢 对吧 是 姑娘当然就记不起来了 你说谁能记得说 曲总过生日的时候 我说曲总 我送你这支股票啊 哪儿呢 在江湖里 对对对 还有吗 哎呀你真逗 他说那些零食啊什么的 那个基本都是地方特色 而且呢 就比如说他说搁着盒 我是去通州给他买的 人家现在问你 冰箱贴为什么不给人买 29块9 还叫人大哥啊你 不是那冰箱贴也没给他买 是因为当时就想逗逗他 然后他没想 他说不买 然后就 就真不买了 行 还有啥姑娘 就是他经常说 他自以为是的 说你想要就给你买了 还有刚刚他说什么搁着盒 显得他多么的用心 但我觉得他这些用心就蛮双标的 只适用于那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就我们去逛街 我看上一条裙子三四百 你说对于我一个学生 或者是他家庭情况这样的条件下 三四百一条裙子 其实是不算便宜的 然后当时我表现出自己很想要 逛街也是我们两个人去的 我当着他的面试了 他也觉得挺漂亮的 但是呢 我看完价格之后 我就说算了吧 有点贵 我们就走了 结果那条裙子 他也不像他说的 说多么用心的 还给我买回来 他就真的 我算了就真的算了 女生的期待是 他会用心地买回来给我的 没买 对没买 我发现是我当时 当时想法是 我以为就是 是相处了两年了嘛 然后我以为他就直接喜欢 我就买了 我没想他 等着说不买 但是心里想买 这个我没想到 他比你大七岁是吧 对 想象当中应该他比你成熟 对吧 对于女生来说 对 怎样接触下来 就非常直男 然后有时候我说他 他还不乐意听 然后就说我POA他 说这种话 他POA我 而且经常POA 为啥 那个比如说我之前考试 然后考了好多次没考过 然后呢 他又说我那个脑子笨 那个废物 废物一个 啥都干不了 其实啊 就接着去 去人脑子有点笨 但是他还跟我说 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你老说他是吧 对 还有啥 还有 就是觉得他应该 他比我大七岁嘛 你应该是更加成熟稳重 体贴的 但实际上 在相处下来两年半的时间 我并没有看到他这些 算是大七岁 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特质 但反而是 事事都需要我 精子去操心 然后有的时候 还需要我为他去考量 然后我们每次见面 说一些行程安排 活动的安排 都需要我来操心 就是更离谱的是 我们有一次约着去央美看展 我当时都把购票链接发给他了 就平常这些都是我 我能买的 我都尽量帮他买了 但是央美的购票信息 他需要填你的身份证信息 这个我没有 我就把购票链接发给他 就想着他能自己买嘛 就买他自己那一份总可以吧 结果他当没看见 然后我们那天 到亚美去看展的时候 生生被保安拦下 在外面等了一刻钟 人家采访我们进去 平常一般去 去其他的演证会啊什么的 就当时订票就直接去了 我就想当时去 就是领奖去了 然后再买呗 然后呢没想 就是还等这么长时间 就是从而遇见了 你是不是觉得 跟谈恋爱挺累的 对 就是事事都要我操心 他能不过问的就不过问 然后我有时候 做功率做累了 我跟他抱怨一句说 哎呦好累呀 我查的眼睛都疼了 然后他说有必要吗 车道上前必有路吗 是是是是 晶晶两地很近啊 我怎么听的都是女生 往北京跑 你来天津过吗 我来过经常来 经常来开车来 不是是那个坐高铁来 这就是开车挺方便的吗 今天你也有限制 英文牌是河北牌吧 它实际上是 行你说你是个什么车 现代X35 FUV 行 知道了 信吗 没见过 没见过 你车平时开吗 开 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开 不是 平常在北京开 就在郊区开 就没开过成两 家是北京哪的呀 郊区 苹果的 苹果的 苹果 苹果离天津 很近 苹果上季线 季线过来嘛 很快 是吧 是 你要从苹果坐火车 可远了去了 是 你苹果你得坐到 南站 对呀 那他开车多方便 关键他 他不是进不了北京吗 是 不是进天津啊 进天津 进不了天津 进不了天津 信号 行你就梦 你来的时候 非要挑 线号那一天来 关键是 他不止线号 他现实 是 这不是我规定的 交警规定的 问你爸爸 好好好 我都不说你了 你可别给北京年轻小伙子丢脸了吧 你 你这脸给我们丢大发了 我跟你说 我这 我这汗巴巴巴往下烙 我告诉你 你吃过苹果的桃吗 没有 那这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就不问了 你家庭小姐还可以对吧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对 就是平平常常 普普实实 就是你比普通 就是咱过普通人的日子 我也能接受 是吧 但是发现跟这家伙 过普通人的日子 都有点难 对 所以想分开 对 我想跟他分手 你是赖上人家了 不跟人分啊 嗯 我主要是喜欢 你特别喜欢 喜欢什么呀 人家不喜欢你了 最主要的优点呢 就是可爱 活泼 然后呢 而且呢 最主要现在 其实现在慢慢发现呢 他最主要什么脾气 脾气 性格特别好 还是我喜欢的类型 还有就是 就是比如说啊 那个每次吃饭 或什么的 我发现他那个 有时候特别为我着想 就比如那个过来啊 或者什么的 他替我 算了 每次你花多少钱 什么这那的 明白了 爱这个女孩 是因为这个女孩 真的爱你 替你着想 对啊 又好看 对吧 那你肯定会爱啊 那会儿喜欢她 是为什么呀 刚开始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网恋嘛 然后没有接触过 她太多现实方面的 那些情况 然后只是觉得啊 这个人挺能跟我 聊得到一块的 而且你想想 我现在二十一 当初和她认识的时候 更小 没有考虑太多的 那种现实方面的 但是就发现 现在接触下来 就不能有情淫水宝嘛 但那些家庭情况 也是不可调节的矛盾 没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听起来好像女孩 好像都冲着物质来的 其实不是 就女孩好像比男生 更成熟一些 在婚姻的这个思考上面 是吧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你嫁给她的话 其实你是不能承受的 你也不愿意跟她分担 对吧 对 而且我为她考量过说 我其实也可以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能不能接受 说我一直只谈恋爱 不结婚 因为我不想跟你承担 说你家庭的那些 但是她也不同意 我的这种婚恋观 女生说 我们俩在一起都没问题 就我们俩谈恋爱 为了不让你背负骂名 我也不嫁给你 我也不要这名分 我们俩就谈着 但是我也不想 涉及到你家庭里的 那些事情里去吧 对 这也不同意 那你就快走吧 不是 所以那个 就想请各位老师 请各位老师们 那个给点意见 我跟你说 天津人不希望 自己的闺女外嫁 对吧 对 天津姑娘也不愿意 嫁到外地去 没事 那我可以来天津 没事 你家里谁照顾啊 那些人 因为天津离北京 可是也不算 基本上有两三小时 就到了 所以谁能信你呢 你们天津离北京 不太远 你跟她谈恋爱期间 你天天会来看她吗 你连恋爱期间 都不会做到 你怎么可能婚后做到呢 所以别想一出 事一出 姑娘可能看到了 她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是吧 就是她的表达 和她自己 想做事的那个能力之间 是有差距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看起来是说 她好像家庭包袱 比较重一些 实际你是看到 她承担整个生活的能力 很弱 所以想离开 是吗 对 好了 老师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伯红兄 男生是不是感觉 女生 年纪小 单纯 好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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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控制 没有没有真没有 两个人网恋 竟然奔线成功了 没有翻车 但 据我直言 我今天有一种预感 今天可能 就是您的 翻车现场 你今天 说句实话 这个钱也不愿花 那个钱也不愿给 是不是你的经济能力 真的达不到 不是 您跟我们还要面子 你还想要面子 是 是真不是 真不是 是真不是 那就是不真爱 还有一个 女生的恋爱观 我们当然不会认同 恋爱着 不结婚 这是一个21岁的女孩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 她或许还不冷心 此刻就和您说分手 她在寻找一个中间地带 在说服自己 她想把自己当成一个 试验品去尝试 这样的尝试 是有风险的 我们不能只享受 恋爱的快乐 不去承载婚姻的责任 你没有必要给她 这样的中间地带的 不爱了就不爱 你没有欠她什么 所以今天 你内心真的 已经断定了 而且有了主意 就说出来 没事的 谢谢 谢谢伯鸿兄 来 许总 上来我就想笑 不是 但是你会给人一种感觉 不真丑 不实在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 有一些什么 很带压力的事 一定要让自己的 另一半知道 好 比如说你说 爷爷身体也不好 父亲也生病了 母亲身体也不好 家里是不是比较拮据 其实还行 还可以 还行 对 到不至于 到拮据那种地步 好的 还装胖 没有 不是 正常开销 还是可以的 正常开销 那买一个冰箱贴 二十多块钱 算正常开销吗 偶尔买一次 三百到四百之间的 这个裙子 女朋友喜欢 算正常开销吗 那送送礼物 除了小零食以外 咱就一本书 两本书不行了 你就别问了 你说一苹果的 居然我都没吃过 一颗苹果的桃 你说你这个 所以就是 我们如果有什么 这样的内心的压力 或者一些真实的情况 一定是需要 向女朋友说的 否则本身自带的 这种假象 就容易让人家 心里头不踏实 人才二十一 是吧 还是个学生 那说现在要跟你 谈婚伦家 那就断然不可能 还真的不完全认识你 两年的网恋 其实根本就 不足够的了解 尤其是你 似是而非 总是让人 琢磨不透这种感觉 特别不像谈恋爱 所以你要想真真正正的说 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真的让对方对你有期待 你们能走得远 请您站直了 做端正了 说话咱得 一个兔门 一个丁 说到做到 让人别觉得 你虚头巴脑了 这是一个谈恋爱的 真实的感受 如果对方没有这种感觉的话 你就是再真心 你也不表达出来 那也白搭 这段恋情走到头了 听懂没有 女生 考察他那网恋两年不作数 根本就不了解 要想跟他继续 从心踏踏实实地去谈 用心去体会 这个男孩是否真正对你 认真对待 但今天这个场合 我没有看出 他对你到底是真是假 但我总觉得有点 不踏实 只是一种感觉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来 雷老师 你觉得你怪诞吗 我觉得我蛮正常的 你觉得他怪诞吗 挺怪诞的 所以他送了你一本 怪诞心理学 想让你通过这本 专注了解他的个性 有必要了解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再深入了解 对 记住啊 就是我看见你之后 我觉得特别的安慰的一点 是什么 就是 你起码听话 一个女孩就怕 一没社会经验 同时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一个女孩如你 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只要能听爸爸妈妈的话 还不至于多走一步 所以您现在不想往前走了 对吧 对 所以呢 就是我特别安慰 这件事情上坚定不移地听爸爸妈妈的话 好吗 好 好嘞 谢谢雷老师 敌娜老师 你个人股票账户 女朋友知道名字和密码吗 知道是在哪个平台吗 是哪个证券的 你女朋友知道吗 该到哪下呀 该怎么登录 不知道 所以是啊 就全假的 就是你连那一个股票 可能都是假的 小伙子 什么当年的一万五 现在的两万五 就全假的 你此刻除了你是个男的 我能看得出来之外 其他啥我都不知道 他倒是见了您的父母 以您父母这一个智慧 跟他聊完了以后 得出来的判断 请您坚定地听爸爸的话 我不知道早年 您为什么喜欢上了他 但是他觉得你好骗 可能是他喜欢上您的原因 所以果断地离开吧 咱有的时候 如果发现前方 仿佛是一个迷雾 仿佛是个谜团 不要让好奇心驱使你 往前走想破案 有些咱不破 让他自个儿待着 好不好 你就那样吧 我也不想研究你了 谢谢你的 不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因为喜欢女孩吹过牛 您就有点吹大发了 真的 他这个都不只是 不是吹牛的问题了 多了呗 对 他是不真诚 不坦荡 不真实 我挺喜欢这姑娘的 就踏踏实实 这是对的 这就这么做就对了 他其实一点都不现实 相反最幼稚的是他 特别幼稚 他能说出来说 我不能承担那些责任啊 但是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你说你傻不傻 傻不傻 第二 我还得说那苹果的桃 我都替你不值得话 谈了两年恋爱 愣是一苹果人 咱没吃到过一个苹果桃 但凡有点心 其他我都不说 我愿意相信你有车 我愿意相信你有一切 但凡有点心 您来天津看他 苹果的桃 好歹带你向来 给他吃一个呀 这个都没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别的我不想说 因为老北京讲李树啊 对吧 苹果这边交线的 更讲李树 对吧 您那李树去哪了 李树去哪了 主要是我想带他去 那个 主要想带他 就是等过这 那个 现在因为现在 正在逃手嘛 你们谈了两年恋爱了 我只说逃 逃这事改不了 对吧 您开高速 打那过的时候 还有卖逃的 车我不想追究了 挺好的 就此别过吧 因为没有别的 你不坦诚 也许家里有车 甚至我跟你说啊 说不定家里特有钱呢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 北京农村有这样的呀 你想藏也行 那是你的事 没有 你当然没有 对吧 你连个桃都不给人吃 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 你有问题 那我们这些人 就有义务告诉姑娘说 不管了 不管有多爱 但我们连一个人 都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分开 坚定你的想法就行了 我们是多么想帮你说一句话呀 但是确实我们这 你哪怕带桃给我吃一口呀 听你说这话了 对不对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刚才那个评委说这些呢 我回头 回头完了吧 那个 我就去办 然后你说的冰箱贴呀 桃啊什么的 咱都去给你弄的 然后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有点怀疑说自己 还能不能吃到 你所谓的苹果的桃 你说的话 能不能现在正直直的口 可以呀 没问题 两年来有过 多少个春夏秋冬嘛 对吧 我再考虑考虑吧 好吧 对你的话是持怀疑态度的 就不能再给的计划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爱上了一个影子 来吧 波红兄 为什么现在有些网恋 往往成功不了 是因为是虚拟的网络 导致的不真实 不坦诚 今天这个女孩 无论如何不能出来 她也不会出来 难出 女不出 陈总 难出 女不出 不过我是总觉得小伙子 他就是 抓不住你发现了吗 就抓不住吧 但他就不坏 我认为小伙子一定会出来 因为他是顶到最后那种人 他是一定要挣扎到最后的 所以我觉得他会出来 女孩不会 这小伙子建了棺材 都不会落泪的 会说我们准备的这玩意儿 不叫棺材 这叫火柴盒 他会有自己的逻辑 刚刚曲伟老师说 小伙子不坏 是因为可能曲伟老师觉得 这小伙子叫做 无目的地撒谎 但这种人更可怕 他撒谎都不知道 他为了啥撒了 总之小伙子出来 姑娘不出 最好小伙子也别出来了 给自己留点颜面多好啊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请开门 说吧 说吧 跟他说吧 通过老师们的评价吧 然后呢 我觉得 爱说的都在点上 显得特别的虚假吧 然后呢 我把这个虚假的 这个什么 表达当的样改一改 肯定做到真诚 然后一会儿就带你去一下 看我那车去 谢谢你 起回 我觉得今天这个女生的这个做法给很多女孩子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样板 就是当我们发现不对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地离开 包括小伙子这种最后的纠缠 我希望女孩子能扛住所谓情的这个诱惑 果断地离开她 她的核心不在于她说了多少谎 而在于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感觉我不知道在跟谁谈 这是最可怕的 她像迷一样 到最后还是那样 真实的她到底在哪呢 你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人 那你爱的又是谁呢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结婚三十年 她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把我当成她的保姆 我们没有一天不吵架的 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过下去 都是她自己在找事 她不知道节俭 我首先都是为了这个家 她做事从不与我商量 大事小事都得听她的主意 我在这个家根本没有存在感 她就是目光短浅 没有拙见的那种女人 有请继队夫妻 有请 张先生53岁来自天津司机 王女士50岁来自天津工人 有请两位 有请 老师好 主任好 好好好 主任好 好 老师好 您开什么车呀 开货车 长途吗 对啊 开了多少年 开了十多年了 那真不容易 现在还在厂子里呢 还是已经退了 现在从厂子里呢 这是不想过了是吧 是 用这我老跟她吵架 为什么吵呢 因为她开车的时候上班 我不放心她 我就跟她吵起来 不是 她开车 您不放心 您干嘛跟她吵啊 因为她那车呀 有时老师出点问题 所以我就不放心 哦 关心 吵架 对 是吧 今天来为啥呢 我跟我老公商量 每个月给双方父母 一千块钱 孝顺双方父母 挺好 我想给我公公婆婆 五百块钱 剩下那五百年 是留给孩子留着 为啥您爸妈那是 一千块钱 到公公婆婆这就五百了呢 我婆婆上半年都不没了嘛 就剩公公了 五百钱公公也够用的了 我父母那边呢 我父母跟我弟弟一起生活 我们家他们生活条件不好 所以我给她一千块钱 我同意 您这是爱人投给钱啊 嗯 投给她吵起来了 所以您不乐意了 我不乐意 为啥 因为我父亲有病 老吃药 给她问点我 说不议我呢 再说给她父母那边 一千块钱她老同意 我就反对 您父亲在谁家待着呢 跟谁一起生活呀 跟我们一块都住 哦 您是别有这考虑说 老父亲晚上跟咱生活 咱是既出钱也出了力了 五百就够了 是这么个想法吗 对呀 但是我有时候还给我公公 买那个买药 我感觉这五百钱我就够了 他有买药 我也不买价 我也不知道 他没什么跟我说 我就跟他吵架活了 这不都是小事呢 是不是 还为什么吵啊 2019年我俩去S店 S店去买车 我砍一个五万至六万元的车 他非砍一个十二万元的车 我不同意 我俩就在那个4S店 我俩就吵架了 然后没过那个二三年 他就砍一个三十多万元的汽车 我更生气了 我俩又吵架了 这为啥呀 就是买了十二万车 这几年他老说小毛病 不是那么那儿 就打包我玩了 我就嫌换了 您这跑长途的一大货车司机是吧 您干嘛要换那么贵的车呀 都得要面子嘛 后来买没买呀 没有 换了他买呀 坚决把我买 我不同意呀 所以是您胜利了是吧 对 那给公公到底是给的五百还是一千呢 给公公五百呀 感觉五百钱和够 所以您又胜利了是吧 那您这都吵胜利了 您还跑我们这干嘛呀 结婚有多少年 结婚三十年 孩子多大了 孩子 女孩二十九 男孩十五 大闺女嫁了吗 大闺女出门了 嫁在东北了 经常不嫁来 小儿子只有十五岁 对 怎么样 这孩子怎么样 孩子 我对人家人大 跟他吵架 孩子也吵 对 闺女嫁了一儿子 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因为他管孩子不行 我就跟他吵架 就要上校吧 他不让孩子写作业 让孩子先玩的 因为我感觉孩子不 算一天小挺累的嘛 我放松孩子两小时 然后孩子上校 我让孩子去玩 玩完以后到家回家写作业 用这个老公知道 我俩就吵架了 因为让他玩的 老师听给我打电话 说孩子上校下降不停的 孩子都拖给你了 老人玩还行 我跟他吵架怎么着 儿子跟谁亲 儿子跟我亲 我管 您就觉得 爱人管理的方式不好 对 所以经常吵 到学校的考 你到考试不及格 老师得找我呀 孩子就是学习笨 不太好 所以您未来 给孩子有什么打算吗 我也没指着孩子 说干嘛 我就指着孩子以后 就是上个班 找个工作 开心快乐每一天 这妈倒好 您的想法呢 我就希望孩子 上校长大了 上个班也好 找工作呀 像这个 什么都不会 就开门开门要 家里面谁管钱 管钱那是他 我老公管钱 我管钱 呦 可以呀 男的就得全力养 您结婚三十多年 管了三十多年的钱 对 我上班挣钱一分 他都把我拿 全给他 我一个月三至四千块钱 然后全交他 花一分还得换他要一分 我就不乐意 我挣的钱必须给我拿了 凭什么给他呢 我新鲜骨挣的钱 问他要过吗 我换他要他不给呀 现在还想要吗 现在当然想要 自己挣的钱不想要的 他不给 今天是来要钱的是吗 他是和小家 开始让我改过一回 因为他活冷花 从那完事我就买了 去的房吗 还有呢最八道的呢 还有房 房怎么了 房有一次他去买房 拿着身份证 拿着户本去买房 我都不知道 他也没告诉我 到那钱不够了 不够了 然后他就加来了 加来了跟我商量 说那个贷款去买房 我不同意 我就跟他吵架了 后来房子买了吗 证据不让买 没买成 不 他反对我 他给我打架 还有那个做饭 他那身上一顿肉 我不会做 我就会炒菜 然后他不乐意 回来就跟我吵架 他有那个夏天的时候洗衣服 他都让我洗衣机洗 让我洗这个 给我支配一个打盆 搓板 我拿那个搓板洗衣 打盆洗衣服 然后我洗洗衣机 他先炒 他先炒他爸是 他说费电 用这个我俩也吵架 您这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疼媳妇啊 不是外省全吗 这就哭了 刚才那么多委屈都没哭 就是洗个衣服就哭了 我生气我太怨他了 我才找老师多调解问题 好好好 咱们不哭啊 这结婚三十年 你形容一下 你嫁了个什么老公好吗 他对我不好 每个各个方面都不好 那你干嘛跟他生活了三十年啊 还给他生了两个孩 我是为了孩子 我想离婚 所以是不是在您这个家里面 基本上面主事的是 我老公主事 您是想在这个岁数上造一把反 是这意思吗 您告诉我 您想家里要什么权利 您告诉我 我就想 我挣的工资 你还给我 车房不同意他买我 您现在提出来的是 您打工作起 开始挣的钱 就是嫁给他之后的钱 他都得还给你 我也不嫌妄多要 因为都不容易 就过来十万八万就完了 给您十万八万 打到您自己的账户上 然后呢 车跟房 我坚决不同意 就是不许再换车了 不能再买房了 对 如果他达成这个条件 就跟他过 他要不同意呢 他不同 他是不同 他是不同意 不同意 我就不同意那个啥 我就那个 我就跟他离婚 说那离婚 说得那么 那么没底气 我就离 离 离婚 怕吗 不怕 他跟我离过 离 离过 对 离成了吗 没有 什么时候跟您离的婚啊 要 在这儿得好 不少年了 他当初为什么跟您离婚啊 那也是用厂班 他说我卸班 我干嘛 我一厂班卸班 我说卸宝贝 他急了 他要离婚 到那个民政局呢 配合那个结婚证什么的 我把结婚证给残下了 哦 所以您有不跟他离婚的办法 对 就是你连证件都没有 你跟我离婚休想 我不去 离不成 在这儿 少不赖呗 对 还对 还真离过呀 是真离过 这次如果达不成协议离不离 好像没有上次的气势了 这三十年磨得脾气都没 我就想知道 您要拿那十万八万的 想干嘛 你能告诉我们 我们好帮您要那钱 拿十万八万的 想给我儿子留着 不是 是您亲儿子吧 不是 那二爹还能不给儿子留钱 他不给 他可自私了 他就顾他 孩子上校到家 不吃点东西 我这个那他也不给买 回来孩子洗衣服 全我这 他啥都不管 他不就抠钱吗 是 钱因为他拿着 我换他要一分 都换一分 大全他走 财务没有自由 对 这是一个女性 结婚三十年 再次的要要求 我要财务自由 你要把钱给我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 所以我让老师给我平民 听懂了 他不是老要跑长途吗 在家的时间多吗 在家的时间 一般的都是一走就一天 晚上半夜三更加了 累不累 累 辛苦不辛苦 他辛苦 我还辛苦 对 我带一天玩 我还辛苦 对 您当然也辛苦 您又带孩子 又工作的 问问啊 你再说 我来 我来帮着洗衣服 是打算买一个 买房子是多 看哪儿的房子 多大面积 多少钱啊 贷款 六十多万 那贷款打算贷多少啊 贷二十多万 贷二十多万 这买车是三十多万 就是说您手里面 有三四十万的存款 对对对 三十年了 被你压迫的也不行了 现在我就想财务自由 我要的也不多 拿十万八万来给老娘花花 如果你不给我花 我就跟你离婚 对吗 是吗 气虚了 你看 怎么自个儿都虚了呢 没有 我就说 我说他管的钱 那方面不好 我想自己拿着 我不想 干嘛老了老了 要把财给分开呢 因为我花他要钱 我花太难 要一分还得花一分 自己拿着多好 凭什么给他呀 明白了 我要独立 我要花钱 我就这么着了 表面上看是这样吧 实际大概折射出一个问题 中年夫妻到了这个时候了 妻子忍了那么多年了 小宇宙要爆发了 我扛不住了 估计也就是拿钱说事 心里到底想的到底是什么 老师们给看看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伯鸿兄 妻子的发泄 我非常能够理解 也非常的同情 您今天 想问他要钱 当然 他手中的钱 很显然 法定的 夫妻共同财产 你知道他手中 现在还有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年都给他 他把着 那您 为什么不告诉他 自己手中有多少钱呢 我不告诉他 他也有知情钱呀 他只能不告诉他 我不能找他 你怎么可以这么欺负自己的妻子呢 跟他说 我不得服饶了吗 在妻子面前 夫人怕什么 那得要面子 在自己妻子面前 都要面子的男人 说明你在外面没有面子 说明你很脆弱 很自卑 只能在自己妻子面前 成成男 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妻子 除了和你争一争 吵一吵 还冷着你 您再不体贴他一点 强势一点的 坚决和你离婚 弱势一点的 他会抑郁的 一旦他得了抑郁症 老年 你要管他的 那花的钱更多了 精力也更多 所以我今天没有其他话 建议你 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嘛 没想这么多 那今天提醒你了 回去给他十万块钱管管 不敢 说到钱就不给 不 为什么呢 干什么 我最心疼钱 你最心疼钱 如果离婚 他有一半 他的媳妇我当时累 不提罗他累不了 今天就争口气 坚决和他离婚 这就拿到钱了 行了 这个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人 就在咱旁边 钱重要 老婆重要 我现在就是 我说钱重要 钱重要 孩子重要 是不是 今天你来着了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雷老师 我就是觉得 这个钱在谁手里 是一回事 大钱怎么花 最后谁做主 是另一回事啊 不是 你们家最大的一笔钱 不就是六十多万一房吗 到最后他没做了主啊 我不容易搬他买 我没找到那个房本 我得使房本带底下去 你没找着房本 然后怎么了 他把本我藏起来了 他把房本藏起来了 是吧 对 你看你们两口子 是不是天生一对 我不想离婚 我把结婚证藏起来 我让你离不了婚 你不想我买房 你把房本藏起来 你让我买不了房 你们俩谁怕谁啊 你们俩谁不怕谁啊 你买得了那房吗 买得了啊 怎么买啊 你没房本 他实在不过本 我就借他 哦 你要去借去是吗 对 你敢借吗 你让他借吗 我敢借 你让他借吗 我借了我就不怕他了 哎 大姐 你让他借吗 不让 不让 怎么不让 因为借完了还得还啊 跟谁借跟谁吵 他上哪儿借 马上门去 你试试他借得了吗 借不了 对啊 你信他干得出来吗 我不信 那就试试呗 舍不得离婚 我特别理解 三十年了 你也甭斗气 你要真不怕他离婚 有本你别藏结婚证啊 我不藏这活谁干 就没人干了 离了这个 提议上 赚钱谁赚 不光是洗衣服 你一半的钱你没了 对 一半的钱都没了 对啊 所以还是怕的 所以他把房本的藏进来了 赚钱的呀 赚钱是洗衣裳 所以你们不愿意离婚 我能理解 然后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 有好多东西 可能跟我们所熟知的 婚姻关系不一样 我们也理解 对吧 毕竟 我们生活的场景 生活的时间 可能都有区别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不过 但是我就提醒您啊 您的婚姻跟我可能不在一个世界 但是 您适用的民法典 跟我适用的民法典 在一个世界 所以您想明白 他就要这十万八万 您要是照死了不给 下回您不一定来得及藏结婚证 下回他有可能直接问法院 虽然他现在不坚定 有他坚定那天 那时候就瞎了 我讲明白了吗 讲明白了 对 还是不怕他 没事 您怕不怕是您的事 反正他现在也不坚定 就他现在说话都没底气 您要能怕才怪 好 谢谢林老师 林大老师 想控制丈夫 没有控制住 但是儿子现在已经读高中了 再有三年也要考大学了 到那个时候不就可以离婚了吗 到那个时候不就可以 去儿子所在的城市 拿着十几万租一个 或者是首付一个小房子 然后开始自己的新的人生了吗 生活里头不是早就得出了结论 这个男人断断是不想要的 但我自己生的儿子 却是一个好孩子 我想把这一个男孩子 好好地抚养长大 这就是您现在不离婚的原因啊 你为什么不同意 他以给儿子买房子为名义 来花掉这笔钱呢 他买六十万房子 他也不是本儿子 被他抖住吗 为自己买的话 是你们两口子都共有财产 对吧 那这个钱总比他藏匿在那里 你不知道哪天他花在哪了 你想离婚的时候跟他分 发现已经没东西 可分了来得好啊 我要是你我就这么干 我一定不要让这一个男人手里握着钱 既然他不愿意吐出钱来 那我就随你所愿 你买房子 你还贷啊 你自己不是肯定要以你自己的名字 放在房本上吗 那么贷款肯定先要找你啊 对 对吧 那你自己还着嘛 还的这一部分贷款 我怎么还 对呀 你自己还那里头也是有夫妻共有财产的 将来在离婚的时候 他所还贷的这一部分 比如每个月他还四千 其中也还有一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 你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呀 所以对于你来讲 他要不要买房子 这事不影响你自己的这一个亏 或者是说赚 有洗衣机不用 这个事是影响到你 你是吃亏的 因为累人 你的工资权上交由他管 这是吃亏的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自个儿来买点什么 对于自个儿挣的钱 却没有一个支配权 对吧 所以现在你不是应该先改变的是这几件小事吗 不是第一个 我如果再打工工资不上交了 我不信你工资不上交 他敢跟你离婚 他要离房房子 我跟他要 他事不敢 他基本上我骗他呀 一骗他 他就说实话 先让我这个拿出来 你怎么这么坏呢 而且理直气壮地在这里说 我只要骗他 他就给我 对 和我不离婚 就只是为了让他在家里洗衣服做饭 不是 我问一下 和挣钱 您听懂米娜老师的意见了吗 听懂了 既然你舍不得撕开了豆 你就把无形的财产画有形 既然你摸不着他存折里的钱 连多少都不知道 就让他变成房 钢筋水泥摸得着吧 离婚的时候能分 话无形为有形 为你将来斗争 这是争取有利条件 他因为他傻呀 他听我这么多人骗 我听到说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就是我端然不能够容忍一个男人 这样公开侮辱一个女人的 就哪怕你是 你特别最要命的就在于 你都不认为这叫侮辱 当你说一个女人 在婚姻里的意义就叫做 她得在家给我洗衣服 和挣钱得拿回来 当你说她反正好 每个月就把她的钱 哄过来就行了 你都不认为这是欺负人的时候 这个事才是真的很欺负人 但如果您自己不认为是欺负 我们再着急也没用 现在对于您来说 不就这么简单吗 舍不得离婚的话 您好歹留住自己的工资 如果连这一点留不住的话 就憋住自己想抗争的心吧 就这么过吧 谢谢米娜老师 来面对面吧 你十几万的车都满足不了你了 你要奔开三十万的车 看你那臭烧包样 家里没人管得了你了 是吧 我没人管我呀 这就要浑呢 不是 这是不是浑 不浑 这还不浑 我这挺好的 不求人也不 拿钱给买去 不挺好吗 那老婆孩子怎么办呀 先买去 这点好事还管孩子 老婆孩子怎么办呀 先不管了就 所以说你浑呢 这边老婆孩子都过那苦日子 您开一三十多万的车 您烧给谁看呀 你讲不讲理吧 讲理 没文化可以 讲不讲理 咱讲不讲理 你讲理了吗 你讲什么理了 老婆洗衣服都不能开洗衣机 然后你开三十多万的车 说我背有面 人家不止急将我骂你呀 那什么玩意儿啊 那谁一骂人呢 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现在要这些钱 我说给你听 你就明白了 把钱圈抠在手里 儿子上高中了 高中的社交越来也多了 孩子没要一分钱 妈也给不出来对吧 对呀 做匾子吧 难受啊 所以他想要点钱 那钱不是给自己要的 多数是给儿子要的 是这意思吧 是 你压根就没想听听妻子 为什么想要这个钱 为什么三十多年不跟你闹 现在他想要这个钱 他怕什么 第一 买车这件事断断不行 你到买房没问题 你怎么可以 为了省一两块钱的电钱 妻子拿手洗衣服 你好意思买三十多万的车开 没买呢 对吧 还买不买啊 买 你看 是浑吗 这不是浑吗 那你是买房还是买车呀 我俩都想买 俩都想买 只能买一样啊 你那点钱不就只能买一样吗 借钱再往 借钱买 老婆孩子怎么办 所以他说你自私啊 打今儿开始 下个月工资一拿 带儿子搬出家去 老爷子谁爱管谁管 他犯婚你也犯婚 不能说一个不讲理的人 老欺负咱讲理的人 事理都不讲了 那咱还说什么呀 您开车你有理 他不劳作吗 他不辛苦吗 他就出点意义 他就洗点衣服 你也洗点衣服呗 从今天开始 你花你的钱 他花他的钱 大姐我没有什么好跟您说的 这种男人 早一天离开早一天好 这叫太欺负人了 他的要求 不是要你把钱给他 他的要求是 他应该在这个家里 有自由支配钱的权利 他可以在这个家里 随时的一个抽屉 拿出他的零花钱 儿子有需要的时候 他要给儿子 一个上高中的男孩 口袋里一点钱都没有 没有社交 没有朋友 你要把你儿子 培养成什么人 跟你一样的人吗 一辈子欺负一个女人 你压榨一个女人的时间 精力 作为自己存钱 和赚钱的工具吗 你想清楚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买车买房我不同意 把我的工资还给我 工资还给我 我考虑一下 买房买车我得选一下吧 买房 写夫妻双方共同的名字 咱同意 不同意 我就选一车 行了吧 车房都不同意 把我的工资还给我 我说考虑 工作考虑一下 行了吧 我车的房选一下吧 不同意 行了 你们回去吧 我们不说什么了 谢谢两位秦辉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蓝组 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今天算是编导 给咱出了一个难题 对吧 就是让我们见识了一下 在现实生活里 真碰到那不讲理的人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是吧 确实今天看到了一个 事物忌惮蛮不讲理的丈夫 面对这样的丈夫 面对这样的家庭 更需要的是妻子的真正的醒悟 只有她醒悟了 崛起了 抗争了 这样的男人才会收敛 所以我渴望着男出女不出 曲总 遇到不讲理的人 要不就比他还不讲理 要不就远离他 但无论怎么做 首先要知道这种人 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敢这么对我 我觉得太无知了 所以 胡法很重要 难出 女不出 我觉得都出来吧 都出来 一个是女方也习惯了 另外一个 不管出不出来 从下个月开始 每个月的工资 可以不交 出不出来都可以不交 如果说做不到 出不出来不是一样吗 想要回工资 靠哭诉 我看是没用的 对付一个浑人 可能得靠发疯 所以早年在4S店 怎么发的疯 回到家接着发就好了 把自己的那一个工资 给他搞回来吧 实在不行 上法院也行 对吧 女不出 拿出决心 酝酿路火 回家发疯 来 四位老师全部被逼疯了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她肯定不会出来吗 来吧 我们就祝大姐能够觉醒吧 同时也住在这样一个 家庭环境里的 那个正在读高中的男生 多读些书 明白一些事理 不做像你父亲这样的人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本节目由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再次感谢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